答案是肯定的,伊斯兰允许狩猎,但有许多限制。 在伊斯兰教中,动物被认为是真主的创造物,因此受到保护。 可兰经指示穆斯林要善待动物,不要虐待陀们。 虽然有一些苏菲派穆斯林奉行素食主义, 但在现代及传统的伊斯兰教文献里都难以找到有关素食的论述。 根据伊斯兰教法,狩猎仅限于以下目的。 为食物或衣物等基本需求,保护人类或牲畜免受伤害,训练猎犬。 以下行为在伊斯兰狩猎中是禁止的。 为了娱乐或消遣而狩猎,虐待或折磨动物,浪费食物或其他动物产品。 伊斯兰教法对狩猎的具体规定包括, 猎人必须在狩猎前念诵清真言。 猎人必须使用锋利的刀具以迅速宰杀动物。 猎人不得猎杀怀孕或哺乳期的动物。 猎人不得猎杀幼崽。 在伊斯兰文化中,狩猎被视为一种技能和勇敢的象征。 许多穆斯林领导人和英雄都是熟练的猎人。 以下是一些伊斯兰狩猎之限制的例子。 在沙特阿拉伯,禁止狩猎凳、羚羊和野牛等濒临灭绝的动物。 在伊朗,禁止使用猎犬狩猎。 在土耳其,禁止在繁殖季节狩猎。 这些限制旨在保护动物和生态环境。 在桃子里面中,位置捡猎为一种固定的就是主角猎的延线。 在土耳今日也没有了。 使用猎犬狩猎犬狩猎状态。